如何判断族裔店是否正规相信很多人肯定都想知道 因为那些不正规的族裔店简直太害人了 你本来想去按个脚闭目养神 找个力气大的阿姨按着舒服 结果进来一个年轻小妹妹说话细声细气 按着不得劲还要暗示你家中 为了传播正能量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辨别族裔店是否正规 特别是最后一点一眼就能判断 兄弟们听仔细了 第一店面大的大便装修豪华气派 一般都很正规 综合项目多适合大众消费 因为装修花了两三百万 不可能出现不正规的情况 造成暗地停业 白白浪费装修钱 第二店面不大不小 特别是拿别人酒店来改装的 灯光暗闪闪的 那一般都有点东西 这种店装修花十几二十万 做几个月挣几百万直接跑路 兄弟们千万千万不要去 第三看评论区 大部分评论区网友介绍的肯定都是他们去过的 各种模式都清楚的很 一般都不会踩雷 第四打电话问店员 一定要问清楚 正规的店会明确给你说不做三角区 不正规的店会各种暗示你什么功能保养 遇到某些含糊其词的回答 你懂得赶紧跑 第五看价格 一两百块的按摩 当然是正规又舒服 动不动就五六百的项目 那就要注意擦亮眼睛小心了 还说半卡以后有更多其他服务 千万别相信都是假的 最后鉴别正规按摩 从你我做起 还大家一片蓝天 Respect